我們剛剛講到離子固執 打入有深度的Channel Invade 因為離子固執打到蜻蜓內幕後 受到的碰撞主要分為 neucleus stopping 那越輕的越小顆的離子呢 它主要是neucleus stopping會出 neucleus stopping會比較少 因為越輕的代表怎樣呢 你在碰到原子核之前可能有可能 它們你們錄色離子跟原子核之間 鋪的作用率就已經讓它彈射掉了 就讓它轉向掉了 所以比較輕的呢 它不容易完全跟原子核產生完全的飛彈性碰撞 所以它會 它能量損耗比較少 所以它會打比較深 越重的呢 就打得越有表面 而且越重的 所謂重跟輕 說出來就是原子核的大分相 那也就是怎樣呢 原子的大顆跟小顆 越輕的原子就越小顆 越重的就是越大顆 越大顆就越容易跟原子核產生碰撞 或者是說 在發生碰撞的時候呢 你的庫輪作用力 庫輪作用力 越大顆的越容易超原子核前進 以及你用光顧的重量把它偏彈掉了 等它可以彈的角度就比較小 使得它大顆的重量還是可以撞進到原子核 使得原子核移位造成比較大的損害區域 比較輕的越大的比較深一點 就變成這個樣子 所以大家要知道 離子核這種蒼雜技術本身就是個破壞性事情 因為打進去它就會產生金格破壞 因為它會產生碰撞 所以離子核只打進去這些黑色的離子打進去之後呢 它會將原來的金格原子打亂去掉 打爛掉 那打爛掉要怎樣修復呢 就需要加溫是成功的熱隊伍 使用高溫 在高溫的過程中呢 讓這些亂需的原子呢 獲得熱能 重新的回到化學能最低的位置 也就是金格原子的位置 讓它慢慢的重新排好 最後排列完全 所以 金格的修復很重要 離子布置之後 金格的修復很重要 這個步驟就稱之為 退伍 或者叫做 摻扎物的活化 因為摻扎物要能夠發揮 DONOR的或ASCENTR 它要形成DONOR或ASCENTR的作用 它就必須在位置 它的位置就必須處於金格的上面 才可以釋放出電子或電動出來 所以它需要活化熱退伍 那才能夠重新的排列整齊 所以金格的修復很重要 但是千萬不要忘記了 因為需要加熱 讓它修復金格 在加熱的過程中 都可能也會繼續 擴散 請問講到過 擴散也會發生 所以基本上 在半島米製程技術來講 我們希望沒有名字不知 達到我們想要打的深度 但是我們希望減少它的擴散 你要讓它擴散不明顯 可是又希望金格修復好 最後得到的結論是什麼呢 我們希望熱退火時候 給它的能量很高 讓它可以修復 修復原金格 但是希望它的時間很短 使得讓它 短時間內就能修復好 而又不至於讓Doken擴散太多 所以就發明了快速熱退伍 而這個快速熱伍 一般的快速深度 快速加速甚至還不夠 後來還發明了所謂的雷射退伍 甚至現在還有微波退伍 利用麥波瑞夫來做退伍的動作 就一連串的退伍技術就被發展出來 所以離子負伍技術跟熱退伍技術 都有持續的在發展中 不是那麼簡單的包圍 你經過了好奇時代的發展 所以如果你離子負伍大門的時候 你的退伍是使用傳統的高溫度 做退伍的話 即使你離子負伍大門就在這裡 高溫一熱退伍之後 哇它就擴散擴散 既往下擴散又往下擴散 可是如果離子直接快速熱退伍 如果Ready Servo Process的話 它就不太會擴散 它擴散一點點而已 擴散一點點而已 所以快速熱退伍很重要 快速熱退伍很重要 在現在的技術電路製成技術來講 幾乎都是使用快速熱退伍 同時快速熱退伍的好處就是什麼呢 時間段 所以輸入部會比較多 對於壓制來講消息輸入比較多 那這是一個離子負伍的機台 首先我們需要有一個產生電競的槍體 這個我們在前一個章節 電競系統介紹過了 我們希望有一個Posma Generator 在這裡產生電競 什麼是電競 考試考過 還有等量正負電的離子氣體 以及許多中性的分子或粒子 之前帶電的熱量不會對喔 還有中性粒子 而且我前面講過 九成九都是中性的 有離子化的流離率不到1% 所以電競大部分是中性粒子 中性的分子喔 只有極少部分的是離子化跟電子 然後離子化之後呢 產生的離子化 中性氣體在電競槍裡面 經過R-Power產生離子之後 離子載電盒 所以就可以利用直流電壓 給它變長 把這個離子給抽出來 那裡面可能產生很多種各式各樣的離子 甚至其實同一種元素的離子 它可能還會有所謂的同位素 同位素 所謂同位素怎麼呢 我的元素是一樣的 但是我的代電的量可能是不同的 我的價錢量是不同的 所以變成說 我抽出來的離子 我還希望去一步的純化 純化什麼呢 我只想要抽出特定 代電特量的離子 準備出來的話 我就要加個磁場 那這個磁場可以導致什麼呢 外面有一個硬體 這個硬體有個旋轉弧度 我給了磁場 我可以控制 它的迴轉半徑要符合我這個環境 我可以施加磁場 施加磁場 可以針對特定的離子 它的賀磁力 去做彎曲的角度 控制 所以我利用這個磁鐵呢 可以只抽出我想要的離子出來 如果不是符合我給它的磁場的 其他種類的赫磁磁的元素呢 它的迴轉半徑就不會當好是這個 集體管的半徑 它可能半徑比較小 很快就轉下來 或是半徑比較大 來不及轉彎就轉到管理 真正能夠完全不公共轉下來 只有特定赫磁力的元素 我藉由控制這個來存化我的離子源 所以離子源長出來的離子化 進入了存化 存化之後呢 接著開始使用什麼 加速 開始加速 我一定要給它施加多少能量 讓它打到多少的深度 就用這邊控制 而離子加速進去之後呢 這時候很注意的一些事情 離子本身代電 如果你的離子數代電 它代電的故事是為了怎樣呢 第二 我們之所以一次考慮事業 它可以藉由電廠萃取出 又可以利用時間存化它 再用電廠加速 加速完之後呢 打到晶圓表面就會造成一件事情 離子都代電不得了 晶圓是電動性的 離子打到晶圓表面 那是就會讓晶圓表面 呈現代電的狀態 呈現代電的狀態就會造成什麼呢 如果我正電科 然後打到晶圓表面 表面就有正面的離子 那我後續的離子在打下來的時候呢 就會有排斥的效果 它等於會讓這個離子數減速 甚至會排斥掉 再來就是什麼呢 晶圓就不再是中性了 它有代理電 你去拿它的時候 可能會出現 不知道我沒有拿過 所以基本上 我的離子不只打進去 我加速加速完之後呢 我就不再需要它的離子 之所以離子好用 是因為我可以 存取出來 可以給它加速 又可以充劃它 可是都已經加速完 要是到晶圓表面之前 它的離子性對我來也沒有用 所以 當離子要打到晶圓表面之前呢 會故意打到一堆的大量電子 變成不代電的原子 變成不代電的原子 所以離子數最後要搭進晶圓表面之前呢 就盡量的讓它電性中和 輸入一大量的電子 去把它的正面而言 也綜合掉之後呢 使得搭進去的就不是離子了 搭進去就變成重性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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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這個電降 這就是一柱系統 這裡要產生一堆的電子進來 中和離子數 中和離子數的那一量 那接著呢 都發了很多的張提 講一個一個訊療數每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其實很重要 我們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比如說 你會看到整個槍椅呢 一個一個來拆解 首先就是最左上角的離子圓 那離子圓的槍體結構 就是電降系統的展示 已經介紹過 它可以是一個平行版的結構 可以含DCR 可以含ICT 有很多種做法 可以用DCR的做法之類的 那萃取系統就是 直接給它一個電極 給它施加電廠 使得電降裡面的離子 收到電降加速打出來 萃取出來 那萃取出來是夠呢 接著 質補儀 使用不同的磁場 讓離子數產生不同的回轉半徑 只有符合我要求的赫磁比的離子 才能夠符合我引體的回轉半徑 除了哪 否則其他的全部都會被破滅掉 被擋住了 回轉半徑不對的 全部都會被擋下來 發射出去 只有正確赫磁比的元素 才能夠通過這個縫隙出來 這就是純化它 因為迴轉半徑 旋轉半徑制 和帶電電子的赫磁比有關 這就是智乎一 所以你看 即使是銅 銅的離子 它有分10架跟11架 還有BF 還有BTS2 你會看到 我要 我要讓半徑底 參打變成P型半徑底 要打三組元素 三組元素 我打的總類就可以分 我可以打Poro 我可以打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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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差別是什麼 他們差別在 BF比B的原子量 或分子量還要來打 BF2又可以打 所以使得在同樣的能量的情況下 你使用原子量 越多的元素 它打得越淺 它就會打得越淺 它就會打得越淺 因為一般能難打得很淺 就會是這個樣子 然後呢 離子從離子元 產生 經過萃取電子射出來 再經過之不易純化出來之後 接著就是要加速了 加速就是要給它能量 讓它達到我們想要的路線能量 而這路線能量取決於 我們想要將離子固執的深度 如果要固執的越深 能量就要越大 所以這一個後段加速就是為了要控制它的出生能量 那離子數的電流大小 是利用什麼呢 夜店控制 我出來的離子數很大 但是我又怕 如果今天我要參考的能度比較慢 我除了讓時間縮短之外 還有一個什麼呢 我讓離子數的insize少一點 小一點 這樣電流就會低一點 電流低一點的話 就可以比較小 電子數的電流就會比較小一點 所以可以用夜店來阻擋它的電流 那能量的話可以用加速電極來控制 所以離子數再射出來之後呢 接著 接著的這個呢 有部分的離子數只會再加一個電極 因為離子帶有電荷量 一般來講 我們希望射出來的離子數就直接拿晶圓 可是我們在萃取的過程中 離子帶出來的過程中 它可能也帶有部分的中性原子出外 因為一堆離子數再出來之後 我們前面講過 電加園裡面有很多的中性離子跟中性分子 你在把電加萃取出來的過程中 電加破壞流的過程中 它也可能會碰撞出一些中性分子 給你一起帶出來的 我再把離子再叫出來的過程中 離子在我開放的過程中 可能你直接把中性分子也撞出來 所以要進一步的過濾 怎麼過濾呢 不見得有這一步 但有的會用這一步怎麼 我再加一個偏壓電極 使得呢 給它一個吸引力 讓離子數收到這裡的電位吸引得很完整 最後就給你放在這邊 這只是在做什麼呢 在更近一步的存化而已 這個步驟是更近一步的存化 那就要看你的離子部自己 有沒有做這件事情 你當然也可以在前面的制度裡 就做好存化 不見得在這一步存化 只是它只是到處理說 有的會在做這一步步 但是根據我剛剛的分析裡面 基本上存化在這一步步就已經做完了 只是你還要再做第二步的存化 就看你的機台設計 還有你的口袋深入 也沒有錢 因為離子部子其實很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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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就是要這個電二的重性化氣 就是我講的 離子部子如果直接是用離子打到晶圓的話 就會讓晶圓帶晶圓 晶圓就會帶電 晶圓帶電的話 後續要注入的離子能就會不均 就會受到同性想吃的作用力來講 那同時呢 晶圓表面上的電二 晶圓上面在做元件的時候 都會有許多的晶圓 晶圓如果大家累積 晶圓累積多了 它就很容易發生崩潰 容易造成晶圓的滅亡 所以我們都不希望 帶電離子達到晶圓表面 所以都希望怎樣 人家這個帶電效應消除 就是要讓這個離子 不止給電子的重性 就是我前面講的 在達到離子之前呢 如果離子表面已經有一堆的正離子 在這邊 後續的離子被排斥到兩邊大 它就會不均勻 離子不會不均勻 理解晶圓會是美濟也和 所以怎麼辦呢 離子說要打到晶圓表面之前 我產生一大堆的電子出來 把電子出來去跟離子產生綜合 最後打到晶圓表面就不再是離子 而是重性的分子或重性的原子進去 所以我就利用加熱燈絲 加熱燈絲熱油裡許多的電子出來 然後再產生電量裝出更多的電子 然後再把電子吸引出來 電子就直接打出來之後 就會重合離子數 綜合離子數 這只是為了讓離子給綜合而已 要將晶圓的帶電效應 降低的目的而已 那還有什麼辦法可以產生這些電子呢 利用加熱的燈絲 然後加速電場 讓電子射出來 打到一個金屬板 就會撞出二次電子 然後大量的二次電子來綜合離子數 這只是另外一種做法 要綜合電加需要大量的電子 大量的電子怎麼產生呢 剛剛那個試液圖用的是電加 那這個試液圖用的是什麼呢 理由二次電子 也就是陸射電子打到 金屬板材表面後 撞出新的電子 這種新的電子 就叫二次電子 所謂的二次電子 就是被撞出來的電子 射出來電子一次電子 撞到金屬板卡出來電子 叫做二次電子 也有這種方法 不止另外一種產生電子的功能 那機運處理器 比如說我們前面講過的 離子不止的機台內部 晶圓放到裡面之後呢 我們為了要讓離子不止的時候 要均勻 基本上 整個晶圓系統 它可以公轉 也可以自轉 這我前面就講到了 這只是在告訴你而已 然後這就是離子數 離子數打進來之後呢 晶圓其實就是這樣一條一條的掃 一條一條的掃 晶圓會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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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去掃 最後就不止整片晶圓 晶圓一條一條的掃過它 然後呢 接著 接著的東西就比較沒那麼重要了 這東西不太重要了 這個 這個不理它 那整個離子不止的機制 還有它的機台介紹 講完之後呢 接著來講離子不止整個製程當中 最主要的三個問題 就是 第一個 你要掺杂什麼東西 是根據你離子的種類所決定 這個廢話 我想掺杂三度元素就拿 Boro離子 五度元素就拿 0離子或是生離子 那深度由誰決定 離子的能量 那濃度呢 是離子的電流跟時間的成績 同樣的時間內 你的離子電流越大 當然 打進去的離子算就越多 或者是同樣的離子電流 時間越長 打進去的也越多 所以最後就是這兩個的成績 來決定 肚子進去的離子數量 有多少 三角度有多少 那我們就舉了一些例子 要打到imprint的地方呢 如果直接打的是 PMOS的soul strength 打的就是Boro 那打的能量可能是多少 可能是0.4KE 可能是2KE 濃度可能是1.15 可能是3.15 講這些呢 只是告訴你一般常用的狀況 但是 我們在學製程 不知道會不會可以的 因為最後要有什麼條件 Case by case 因為未來各位可能是做電流 可能是做其他類的 雲件 會用到離子固執 你只要去找你適合的 深度和濃度 調變蠻蟲的能量 跟濃度就可以了 這個地方是給各位一個採討 看到沒有 整個電晶的歷史物質非常多 我們先會講過 一個晶圓買來 晶圓在拉筋的過程中 本身就有參加 這我們在拉筋的章節講過 晶圓在製造過程中 在拉筋的時候呢 就同時把參打的能度放進去 拉筋出來呢 最多是用的是P-Type晶圓 P-Type晶圓來了之後呢 我們前面有講過 就可以拿來賣了嗎 為了追求電晶體製作的那段時間 完全沒有缺陷 Perfect 所以矽晶圓表面還會有一層 累晶層 這也是在機緣製造過程中降到 累晶層做完之後呢 接著要做的原件之前呢 我們要先做出原件跟原源之間的 絕緣層 STI 這我們先別介紹過 行程STI STI做完之後呢 接著我要在矽晶圓表面 我同時要做NMOSPAY跟PMOSPAY NMOSPAY需要的基板是P型基板 PMOSPAY需要的基板是N型基板 但是我的基板是有單一種類 怎麼辦呢 我就故意形成局部的P型的位置 英文叫做位置 就叫做P型的殘渣器 N型的殘渣器 這部歷史是這樣的 來 這部分牽扯到部分的製成真的 我把它講完這一點 基本上歷史固執的重點 剛剛已經介紹完了 它現在正在講應用 所以我會在考慮 那這一帳點基本上可以先跳過 不然已經講到這裡 搞不好可以結束 因為重點部分已經講了 來 一般現在 現在所講的製成都叫做CMOSPAY 或叫做CMOS製成 什麼叫CMOS 一個電路設計裡面 同時有N 同時也有P 最簡單的數位電路最重要的 這個基本叫做反向器 inve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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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input 這是output 這是一個NMOSPAY 這是一個PMOSPAY 所以我們希望在一個經典上面 同時有製作N型MOSPAY N型MOSPAY跟P型MOSPAY 而NMOSPAY 顧名思義 它是什麼呢 它的受罪是N 而機板呢 是P P機板 而對PMOSPAY而言呢 我的受罪是P 而我的機板是N 可是我前面講過 我經緣買來 只有單一種餐帳 比如說P好了 就是拉機拉出來的 然後呢 我還要在AP一層 雷晶層 AP的P是一層 它跟它的差別是什麼 它可能拍得更漂亮一點 而如果這個眼鏡很漂亮 它兩個就一樣 只是在累積的過程中 我們在 一開始在講晶圓製造的時候 累積的話我還可以同時 改變殘渣濃度跟 改變準備 所以這裡可以殘渣 我不要殘渣 它殘渣濃度 或是網路種類 我這裡可以改成PR 也可以改成N 都可以 看 好 不管怎麼樣 整片晶圓基本上都是同一種 要嘛就是整片的Ti 要嘛就是整片的NiPi 要嘛就是整片的NiPi 好 然後呢 要在做原件之前呢 我們前面講過 要先做Isolation 而Isolation 在加密製程的時候 有介紹過 最早的Isolation叫做 VR3Isolation 直接就是一個熱氧化層 然後把原件區域獨立 吃出來 而已 那後來呢 在.35製程 以前用的是什麼 Locos 我在加密製程 介紹過Locos 局部氧化層 到.25製程 之後就用什麼 STI Shallow Change Isolation 就是直接故意怎樣呢 挖凹槽 填阿賽 挖凹槽 填阿賽 挖凹槽 填阿賽 填阿賽 這樣就可以隔絕 原件跟原件之間隔絕要 可是呢 我如果要做Pmode 我如果要做Nmode 我如果要做Nmode 我需要Pmode 我需要Nmode 我需要Nmode 可是我全部都是P斯力肯 怎麼辦呢 我就故意直接 只將整個區域 利用離子固執 直接在這個區域的Ptai斯力肯 全部離子固執 變成什麼 變成Ntai的斯力肯 這個就稱之為Nmode 就是Nmode Nmode 我故意這裡形成Nmode 就是我打利子不一直進去 然後熱 熱退火之後呢 整區都變成Nmode 然後呢 同樣的道理 雖然這裡是P 但是如果跟我要的濃度不同 假設這個要的是 1116 這個如果只有1114 那怎麼辦呢 我同樣的道理 我也改善離子不直 我可以把它打得更濃 我可以把 直接打成什麼呢 直接打成一個P位 也就是我獨立可以控制 這裡的濃度跟這裡的濃度 我可以大到我自己的濃度 打完之後呢 再來繼續做雲見 所以 第一個停在到離子 一直都還沒中 來 來 Wayle Wayle本身就需要離子不直 Wayle做完之後呢 第二個離子不直會看到的是什麼 隨修Voltage的離子不直 因為MOS的隨修Voltage 根據客戶的需求不同 你需要製造不同的隨修Voltage的電力 而隨修Voltage怎麼通知呢 可以靠通道下的燦炒濃度 MOS的通道濃度會影響到 MOS的隨修Voltage 所以會有一個離子不直 叫做隨修Voltage 它打的是比較淺的地方 因為它主要影響的是什麼呢 它想要影響的是 MOS電容這裡表面的摻雜濃度 它想要影響的是MOS電容表面的摻雜濃度 這裡的摻雜濃度 這裡的摻雜濃度 可以影響到VT 可以影響到VT 所以表面還會再打一個VT input VT input VT input 會打一個VT input來挑變VT 好 VT打完之後呢 接著 接著成 掌雜濃度 沾雜濃度 沾雜濃度 多精細的雜濃度 多精細的雜濃度 對於PMOS而言呢 我希望我的GAT是P型的Holy GAT 因為我會放起來才會大 NMOS的GAT 希望是N型的多精細 PMOS希望是P型多精細 所以這時候P的雜濃度會打Polo 把它變成P型的半導體 而NMOS的雜濃度 而NMOS的雜濃度是N型半導體 那一般而言 你可以沉積一個無參雜的多精細 然後這邊打波羅 這邊打Holy GAT 那你也可以這樣呢 我沉無雜直接堆一點一個N型多精細 然後再故意這邊把它打很濃的波羅 把它打成P型的半導體 好 但一般不會這樣做 一般都是沉積 沒參雜的半導體 然後呢 再額外參雜 波羅的Holy GAT 因為如果這個N型更濃的 你這個波羅要比他的Holy GAT 更濃的波羅才行 那你就要打很久 你的一日肚子可能要打很久 好 打完之後呢 雜濃時刻出來之後呢 接著要做什麼呢 Soft-Drain Imprint 所以Soft-Drain會想要打一顆 所以對PMOS而言也要打PMOS的Soft-Drain 對N來講也要打N型的Soft-Drain 而N型的Soft-Drain打完之後呢 Soft-Drain就分兩個步驟 第一個叫做LED 第二個步驟叫做Dip Dip Soft-Drain 這是為了原件的電特性影響 為了原件的短度到效能影響 為了它的熱感到不影響 Soft-Drain分這兩部分 好 所有的半導體支撐 它為什麼都沒有長這個形狀 都是為了原件的電特性考量 所以要去懂原件物理 你才會知道它為什麼要這樣做 那不懂的話沒關係 你才會知道了解為什麼 因為它為了要改善它的熱材質效應 跟改善它的短頻高效應 我們沒辦法 開始用它很濃的Soft-Drain 我們必須先打一個淡的Soft-Drain 很淺 然後再打一個深的Soft-Drain 來降低串營業主 變這樣 懂原件的人就知道 懂原件的人就不太知道 無所謂 好 接著之後呢 在後段支撐現在都乾淨清楚了 就比較沒有離子固執了 所以你會看到 整個半導體裡面 離子固執用在什麼地方 那 Wave-O-Increate VT-Increate Soft-Drain的LDB-Increate Soft-Drain的N-Plus-P-Plus-Increate 至少有這四種 那這四種呢 又分 有N 又1 所以至少要 8個 以上 的離子固執 至少 更不要講 機體電路的元件 就才分有 I-O元件 Core元件 那他們應該要另外一張 分開擋 那原大 硬盆的時速會更多 所以一個的機體電路 大硬盆基本上非常多到 11、20到都有可能 好 我看一下還有其實離子固執 特別要強調介紹的 因為其他都蠻蠻蠻的 我們講完離子固執的 技術原理 了解之後 後面都在想法的應用 講到應用 我就覺得 那個不是 那個就要看每個人的用途 因為這本 這本主要講的應用主要是 基地電路製造技術 你製造新墨 是被人家在想像 但是呢 他直接介紹的應用之後 又告訴你 為什麼會產生這個步驟 但應用起來很奇怪 為什麼要買 他全部都是有目的 但他們告訴你目的 只說有這個步驟 你看了也不見得會打 一直知道 他說要打那就打 所以這時候是看這個 沒有問題 沒有太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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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突然這樣是不好的 好 嚴格說起來 後面我都覺得 還好 不是這一場的 重要 好 離子固執就降到這邊 離子固執就降到這邊 就夠了 對 離子固執講到8.3就夠了 8.4以後 是屬於天應用的部分 離子固執當前8.4以後 就在講各種步驟 也就是在講製程 在講應用 可是在講應用的過程中 你根本不曉得 為什麼要這樣做 所以講這件應用 基本上四倍有半 你必須要了解 為什麼這個原體 要做這個步驟 可是前面只告訴你 這個步驟是什麼 而怎麼應用 原件不同 想法不同 利用不同 而原理的部分 80到803就夠了 好 所以 離子固執 他其實就是 店家介紹完之後 告訴你 他離子化當中 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離子固執 那離子 電章系統 產生離子 還有其他有可能 有 在10顆 所以呢 我們加入步驟 建造就是10顆 10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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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前面講過 在現在記憶電路 48MART9裡面來講 微小化的任務當中 非常關鍵 最容易被人家拿出來 變得大 一個就是微 一個就是10顆 因為他們的成果 是肉眼被看到的 就可以肉眼 我可以看到說 你有沒有製作出 我要電競體系裝出來 所以基本上是很難狡辯的 兩個部門 做不好就是 一看就知道怎麼好 所以要小心一點 好 來 10顆步驟 什麼叫10顆 10顆就是 將金顏表面的材料 給移除 就叫10顆 把它移除掉了 所以 10顆就是 移除金顏表面的材料 這個步驟就叫10顆 那 10顆呢 又可以分為 圖案化10顆 什麼叫圖案化10顆 只有局部的材料要被移除 並不是全面材料的移除 全面材料的移除 叫做整片10顆 而只有在特定區域材料的移除 叫做圖案化10顆 所以10顆又可以分為 整片的10顆 跟局部的圖案化10顆 分這兩個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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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早期呢 早期半導體剛發展的時候 那時候的10顆 基本上全部都是使用 濕式10顆 所謂濕式10顆 就是你10顆的原材料是 你就是容易 你10顆用的化學料 你10顆用的原材料 是一體的 這個我們稱之為 濕式10顆 那如果你的原材料是用性體的 就叫乾式10顆 比如說電降 電降通的原材料是氣體 把它離子化之後呢 它會產生出離子 可以發生痛狀 痛狀可以由物理風景 可以把材料移除到表面 再來是什麼呢 產生自由性 產生自由性 它會有很強的化學活性 然後呢 產生化學反應 跟輕微表現成的化學反應 如果反應出來 就是氣體 那就是個移除過程 所以 10顆根據化學藥 可以分為濕式跟乾式 濕式就是容力 乾式就是氣體 但是氣體要能夠10顆 它就必須要產生電降 因為電降才能產生 通緝的離子 以及化學反應的自由基 就需要這兩種 而缺點是什麼呢 濕式時刻是等下型時刻 所以郭主在這邊 可是在時刻的過程中 它四面八方都會想要去時刻 因為濕式時刻會化學容易的話 它四面八方都想要時刻 因為濕式時刻就是純化學時刻 那該是10顆的話呢 它同時可以有化學時刻跟物理時刻 化學時刻耗爭是自由基 物理時刻耗爭就是離子的同行 所以在這地方呢 我們先將離子定一下 一般我們講10顆 H 我們可以根據原材料 可以分別定一成什麼呢 一個叫VH 一種叫做Dry H 所謂的VH指的是什麼呢 它的10顆原材料是液體 是Solution 是化學容易 Dry H 代表它的原材料是什麼 是氣質 是Gas 那Gas要怎樣才有10顆的效果 需要把它打成電降 而且是用到電降裡面的什麼呢 用到電降裡面的Iron跟Gradical 鼻子跟自由基 所以10顆基本上 你通常可以聽人家講到 有濕氏10顆 乾氏10顆 那濕氏跟乾氏的差別在乎 你的原材料是用水溶液 還是用氣體 就要看洗手有沒有 有乾洗手 濕氏洗手 濕氏就直接這樣 怕有海水然後泡泡 乾氏就讓酒精直接怕 揮發掉氣質 好 10顆可以分為乾氏跟40顆 那又可以根據什麼呢 根據機制 又可以再分為什麼 分為物理10顆 跟化學10顆兩種 以及綜合物理10顆跟化學10顆得到的 Ri 所謂的物理10顆就是什麼呢 就是物理轟集 利用轟集將材料給移除的古種 這稱之為物理10顆 最標準的 最經典的Test 比如說你用阿卡 阿卡你只去轟材料 阿卡就墮性器 他用大哥去轟集 基本表面的時候 他可以將基本表面的原子 給打掉 給撞擊掉 那就是物理10顆 化學10顆靠的是什麼呢 化學反應 並且產生什麼呢 產生氣化的副產物 或者是水流液的副產物 他靠的是化學反應 化學反應 產生氣化的 或者是可以溶解於水的 副產物 他靠的是化學反應 如果是水流液 那就是產生出 融解於水的 或融解於屁體的副產物 那如果是氣體的話 那就是怎樣呢 產生氣態的副產物 總之就是要讓副產物 只要不是固態的 就可以從固態表面去提出 那RI指的是什麼呢 結合物理 加化學 這就稱之為RI 所以 整個 10顆類型呢 根據名詞 根據原材料 可以分為 施式10顆化學10顆 而根據 所以反應機制 也就是 移除機制 10顆就是這種移除 這移除過程 如果是純粹鋒擊的 就叫物理10顆 利用化學反應的 純化學反應 就叫化學10顆 那同時兩個反應 都有結合的話 就叫反應式離子10顆 這個了解之後呢 我們等一下就來開始 仔細的去介紹 我們遇到的 10顆分打擊中 因為 半導體裡面所用到的材料 不外乎分為大幾大類 半導體製程當中 尤其是基於電鋒製程當中 我們要10顆 移除的材料 不外乎分為幾大類 三大類 第一個是什麼呢 半導體材料 第二個 絕遠程材料 第三個 金屬材料 整個MIR3製程當中 我們要做10顆 就是材料移除 移除了對象 可以分為半導體 絕遠程跟金屬 其中半導體有誰 有Silicon 有Jomanian 而它又可以分為什麼呢 可以分為單金的Silicon 或者是多金的Silicon 絕遠程主要有誰 阿塞 那一船 主要就是這兩種 半導體裡面 常用的絕遠程 在28難以前 其實就只有兩種絕遠程 要嘛就是阿塞 要嘛就是奈船 要嘛就是什麼呢 阿斯奈船 同時有 有氧有氮 半導體其實只有細氧 或者是很有整 又根據金像 它可以分為單金跟羅金 絕遠程就是阿塞奈船 或是阿斯奈船 金屬有什麼呢 金屬可能有鋁 可能有鋰 可能有鋰 可能有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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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它那個淡化物 也做TiN TiN 之類的 大副這些 所以這個章節第九章 就會再講什麼呢 先根據石科的種類 做了描述之後 接著去 每一項每一項目的去介紹它 再別人在這層面 怎麼適合它呢 好我們這邊休息一下